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宣布 本人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候任人 本人深感榮幸 也是我人生至高的榮譽 澳門是我們共同的家園 作為其中的一份子 澳門的高質量發展 離不開我們每個人的努力 根據基本法的規定 行政長官需要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也需要向澳門特區負責 我會堅定地承擔這個重大的責任 忠誠履行我的參選理念及參選政綱 以滿足市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 為施政最大的追求 以全面準確堅定不宜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為基本遵循 以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為最高的原則 以加快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更好融入及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為使命遠景 我將團結帶領社會各界及廣大市民 更好地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 充分調動各方面的主動性、積極性及創造性 聽民意、匯民治、聚民力 推動澳門社會、經濟、文化、民生事業全面發展 充分調動各方面的主動性、積極性及創造性 民主動性、積極性及創造性